黄国荣党部110年小组长委员工作研讨会 继1218公投宣讲 假日在马公市党部礼堂召开 由郑宗林主委主持 议长刘成昭林 国民党澎湖县党部许国正主委等出席 欲请1218公投四个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郑宗林主委表示 该党需要更受传承 但也要勇敢改变与创新 党员新加入树木 远不及老党员凋零网申诉 恳请各级干部落实同心专案 有效吸引未回击者回娘家 及年轻相亲加入 同时呼吁四项公投 1218四个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另外一个 核电厂是台电公司 往上抓来的资料 台电公司核电厂这几个厂 每年帮台电赚钱 它一度啊 像那边看到吗 各位看到这个标 核能电厂 它每一度的成本啊 六毛 你看那个 天然气发电 每一度2.75 相对的 你去抓4.5倍 假设你家现在用电 一个月1000块钱 我告诉你 未来核电厂都停掉了 燃气燃热发电 你每个要多付4倍的电费 否则就这么贴嘛 这么贴钱拿来 老百姓得税嘛 他就会撒钱嘛 所以你去思考这些问题 要不要起核电 绝对要起核电 日本福岛 311事件之后 固然 东京当时有些电厂都停掉了 但是很快 1年后 2年后 陆陆细区域的电厂 核电厂 全部都恢复使用 全部都恢复使用 核电是我们自立自根 自己可以处理的问题 自己发电 不需要两代国外 所以啊 这个疫情 虽然不是国民党提的 但它必须 我们要同意它 议长刘成昭林 主委许国正等来宾分别表示 这次公投 其中有两项 是国民党提出来的 一是反莱猪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一定要支持投下同意票 公投榜大选 同意全民好省钱 另外两项是民间团体所提出 国民党表示尊重 协助 支持 环保议题一定支持 核电是为了经济也支持 但一定要核安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这也是国民党的政策 核废料一定要处理 也是国民党的政策 但一定要有电 因此四项公投 一二一八四个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国民党的这个同志 一定要团结一致 不管是国民党 连带我们同的乡亲 一定要团结一致 在我们这一次 12月18号的这个公投 我们国民党是主张四个同意 四个同意 投了四个同意 台湾更美丽 更美丽 我想大家都在座的 各位都知道 自从民进党执政 我想整个台湾本岛 真的搞得乌烟瘴气 然后我想在座的各位 比我感受的更深 那说实在的 执政党也是他们 然后立法院大多数也是他们的 所以你我们国民党 我们在怎么的主张 我们在怎么在深思历劫在那边 一定要为我们台湾为我们澎湖的乡亲 提供更好的权利 完全他是自知不理 因为他们在执政 然后立法院又他们占高速 所以他们讲的就算了 他们讲的就算了 不管对台湾整个 你看莱猪的进口 你看各方面 反正他们就不听你的主张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12月18号 团结一致用我们这一票 然后来否决掉他们说 其实你们是错的 他为什么现在还在禁止说 台湾的养猪不准加萊姬多巴 就表示他这个 这个药气是有问题的 所以由这点让大家知道 不要被民进党所误导 而且这个 包括这个萊姬是以前民进党所听 我刚从影片大家所看到的 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政治人物 当初在反对党的时候 每个讲的头头都知道 都是要反乃猪反乃气 但是等到他们 等到他们执政的时候 那种说法又不一样 这个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人物的嘴链 包括公佛也是这样 公佛是蔡公佛跟林立雄的 最初的 以前公佛是进党的最初的 蔡公佛那个林立雄 而且当初他们也是要公佛绑大选 为什么要公佛绑大选 第一个就是提高民力 公佛绑在一起就是民力一个展现 那第二个我们刚刚正主委所谈到的 一个公佛可以节省很多公党 黄国荣党部期望借由这次座谈会 能凝聚党员同志团结向心 现场人气沸腾到最高点 深刻感受到大家对党的肯定 让人对国民党未来的展望 充满无限的信心 历时约110分钟 座谈会圆满结束 记者王海龙报导